本期节目我们和您一起聚焦东北亚新闻 当地时间16日 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了安倍政府提交的安保相关法案 根据立法程序法案还需经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 但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同样占据半数以上席位 安保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几成定局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政府强推安保法案 给日本国内政治和法治体系埋下祸根 也给日本对外关系和地区安保形势埋下新的隐患 今年5月15日 安倍政府将包括11个具体法案的安保法 打包提交国会众议院审批 其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后 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安保政策的最重大转折 意味着日本彻底抛弃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国策 但令安倍政权沮丧的是 安保法案在审议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在民政中引发的强烈的反对声音 首先 岸田此次出访是为普京总统年内访日铺路 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是安倍政府的夙愿 在安倍政府看来 该问题困难重重 只能寄希望普京做出历史性决断 安倍政府极其重视与普京对话 力图实现后者年内访日 重启北方领土问题实质性谈判 最近 俄方推出大型北方领土投资建设计划 更是加剧预方紧迫感和焦虑感 共同社原以安倍亲信的话说 若岸田再不访俄 普京年内访日将无法成行 其次 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拉抬支持率 强行通过安保法后 安倍政府支持率低迷 急需外交得分巩固政权 岸田访俄后 日俄同意10月初重启中断一年08个月的 和平条约副外长级别谈判 即便北方领土问题难有进展 重启日俄一系列对话机制 也是一种外交成果 有助支持率回升 安倍政权无视主流民意反对 不惜违宪强推战争律法 在日本国内外均留下祸根和危险活种 日本律师联合会指出 安保法案带给日本国家和国民的负面影响 包括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印象 丧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赖 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生活常态 今后将更多暴露于武力攻击和恐怖袭击等威胁 军事开支扩大将挤压福利损害民生 日本社会出现军事优先气氛 正常的思想信仰和表达自由将受压制 分析人士认为 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重的安倍政权 抛弃和平国家路线 势必也将对地区和世界局势带来深刻影响 有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受制于美国是日俄关系的最大变数 2012年普京重新上台后 日俄关系曾转暖 领土问题也出现过松动迹象 但以日本后来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 日俄关系陷入了停滞 日本若受制于美国 无法开展独立外交 日俄关系前景仍将扑朔迷离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第五次731部队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24日在哈尔滨召开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60余位专家学者 政府官员围绕731部队 细菌战 毒气战 开拓团 医学犯罪 强制劳工等日本清华相关问题 展开研讨与交流 731是清华日军部队编号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的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 二战期间 731部队制造了鼠疫 伤寒 霍乱 探居等细菌和毒气 并残忍地进行活人实验和解剖 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日本战败投降后 为了消灭罪证 炸毁了731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中日两国超越国界 合作开展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国际学术研究 不仅要揭示日军731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 还要让世人更多地了解这段不幸的历史 进一步激起爱好和平的人们 对人类社会灾难的反思 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 呼吁日本人民以始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牧林友好关系发展 应该说 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相关的这样的活动的策划 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推动 让更多的类似这样的活动 开展的同时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这段历史 提高对我们这段历史的认知和意识 731部队の研究ってなかなか 進ま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日本でもなかなか進ま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幸福 此次研讨会由哈尔滨社会科学院 清华日军第731部队 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 研讨会自2005年起 已经在中国哈尔滨 韩国清州 蒙古国乌兰巴托 举办了4次 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无论走到哪里 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歌声 每个中国人的心 都会激荡澎湃 断声力量 80年前 日军的铁蹄从东北到华北 又踏进了华东 国家已微如雷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 义勇军进行曲 发出了一个民族 绝不屈服的怒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 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 抗战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田汉在1935年1月 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创作 作曲则由在日本 逃避当局追捕的聂尔 从东京寄回 他在定稿提头上 写着进行曲三个字 如今坐落在辽宁省昭阳市 建平县的朱禄科广场 只是一片空地 当年却是热和抗战的前线 据辽宁勇军第二军团 骑兵营长刘凤吴回忆 1932年冬天 从北平上海赶来慰问的爱国人士 路过朱禄科广场 其中有一位叫做 聂尔的年轻音乐人 听将士们唱了 义勇军试词歌 深受鼓舞 以此为基础创作了 义勇军寄星曲 那么在很多的军歌和试词通电 实际上和后来 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 曲 这个歌词 有着非常高的这种 神势之处 在若和前线 聂尔是亲自见到了 这个义勇军的队伍 而且亲身感受到了 他们这种血肉住长城 长城的这种精神和勇气 那么这种亲身的感受 这种亲耳的聆听 亲眼的观察 实际上为聂尔 聂尔当时是一个 20岁刚出头的年轻的热血青年 那么势必会激荡他的心胸 波兰记者爱波斯坦 在其著作《人民之战》中写道 从前线到大城市 从城市到最远辟的乡村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义勇军进行曲 每一个中国人都唱他 实际义勇军在抗战当中 是一个号角 是整个的抗战精神 包括国民党 郑贵军也在唱这首歌 我们共产党在唱这首歌 我们的抗联也在唱这首歌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就是削弱注重长城的精神 他是最早向我们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纳务在歌曲集当中的一个指教 最早将他广为传播和作为歌曲传唱的 就是这件指教 大家可以清晰看到 底下有孤原纪年 1935年 在沈阳收藏家张鸿格的工作室 他拿出一本1935年6月出版的书籍 中外歌曲集 义勇军进行曲就收录其中 显为人知的是 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一支快智人口的战歌 1940年著名美国黑人歌手保罗 罗伯逊就曾经把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在世界舞台 他是第一个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外国人 1949年9月27日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国歌的决议案 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0 国歌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了全世界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东北亚新闻 家住沈阳市铁锡新区的退休工人吴家姑 今年已经92岁了 前阵子和家人一起观看9.3大阅兵 每当电视转播镜头出现天安门城楼画面时 老人都会指着城门楼上高悬的国徽激动地说 还是我们住的那美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 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灰的设计方案 但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 受技术条件所限 要制作一枚金属国灰也并非易事 后经过多方考察 有关部门把制作金属国灰的光荣任务 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器厂 刚刚入党的吴家姑 作为25号车间三组组长 参与铸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国灰 按照设计要求 国灰的直径超过两米 置地为铜铝合金 其中铜占8% 铝占92% 困难的是两种金属的熔点不一样 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 恰当的火候难以掌握 有人提出 在融制过程中局部烧水加速 逐渐冷却 逐渐局部缩型这个难题 就这样被工人们集思广义的方法解决了 吴家姑具体负责金加工 也就是将烧住后的模型进行整理修补整形 使图案呈现立体感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制作国灰的五道工序 我就通常那个做法的就把这个国灰的毛皮排成五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呢 就清理 第二道工序呢 排成它们呢 叫做修补 第三道工序呀 就是雕桌了 第四道工序呢 就用各种 那个 根据那个国会的图形 各种形状 做成刮刀 把它刮平 第五道工序是什么呢 抛光 就是把那个图案 图出了一种一种立体感 显高出沙子 沙不沙 沙完了再高 细沙不沙 最后沙到什么程度啊 就像镜子似的 1950年9月20日 经过最后贴金 烤漆 新中国第一枚直径2.4米 重487公斤的国灰 终于按时完成了 这枚庄严的巨大国灰 在年轻的新中国 百废戴新的时候问世 不知让多少人 留下激动的泪水 它是沈阳人民的骄傲 更是沈阳产业工人的骄傲 65年过去了 这枚国灰 至今仍然高高悬挂在 天安门城楼上 光亮如星 为探索国家医改有效措施 实现患者快速康复出院 哈伊大医院 首先推出加快康复外科理念 帮助患者平均住院日 缩短两天 手术期患者满意度达到96% 术后24小时内实现下地行走 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 不是一种手术方式 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或外科学的分支 其本质上是一系列 为手术期 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创新 该理念通过全面优化的 唯手术期处理及治疗方法 采取一系列规范化的措施 和疼痛管理方法 最终实现外科手术病人 少疼痛 低风险 少花销 并且快速康复的目标 哈伊大医院 从2014年开始推行 加速康复外科建设 根据一年多的实践结果 以规范化疼痛管理 为核心的加速康复策略 可以帮助患者平均住院日 缩短两天 手术期患者满意度达到96% 术后24小时内实现下地行走 哈伊大医院 浦外科主任江洪池教教授介绍 以哈伊大医院为例 通过应用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 在为数期对病人进行心理 身体上的双重关爱 在通过规范的疼痛评估 应用创新的康复理念 为病人实施个体化的康复方案 从实践成果来看 患者的康复进步 恢复过程中的舒适度 和整个围手术期的满意度 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此外 由于患者住院时间减少 总体花费也相应减少 目前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 疼痛规范管理项目 已在我国少数医院的 普外科 股外科 肝胆外科率先推广实施 2015年年内 该项目计划扩展到十个试点医院 及科室 作为首批全国示范中心 进而逐步推广至全国 最终建成可复制的实践模式 加速康复外科 实际上对于这个医疗改革 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加速康外科的技术上 我们可以缩短平均住院日 减少患者的住院开销 对我们国家这个医疗改革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 创业者的故事总在我们的身边 在天津南开区 C92创意产业园区 记者见到了40多岁的台湾人 陈炳红 和他经营了十几年的广告公司 由厂房改建的办公区 处处散发着艺术的气息 白色的砖墙上四个红色大字 创意不拆格外行目 做创意的丁子户 陈炳红始终坚持的理念 助他在大陆白收起家 实现了不一样的人生梦想 陈炳红24岁 怀揣着600元人民币 开始在台湾创业 攫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少年得知的他却在28岁时破产 跌落谷底 2001年 负债七位数的陈炳红 依然来到大陆二度创业 我也不知道说 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当下其实起了这个念头 那可能一闪而过的事 那也就是一秒钟的事 就我就很快速的 就开始安排行程 然后开始这个 准备行囊 就想来大陆看看 没有资金 人脉 客户 带着七位数的负债 从负到零 从零到一 陈炳红只用了四年 凭借着一个地产项目的成功策划 陈炳红一炮而红 其公司成为京城知名的广告公司之一 也为日后在大陆的多元化发展 打好了根基 但是我们其实实际上是看到这边的市场了 然后也确实市场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那所以我们这个经过四年的努力 然后就因为一个这个地产项目 让我们在天津一夕爆红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如今陈炳红经营的公司已成为横跨地产广告策划 品牌营销顾问 连锁食品 进出口商贸 互联网运营 商业模式设计 两岸重创空间等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 因为在业界的声望 陈炳红也成为天津多所大学的特聘广告营销专业教授 然而陈炳红并没有满足 他有了更大的追求 通过筹划建立天津两岸重创空间的模式 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 吃过苦栽过跟头 陈炳红理解创业所有的艰辛 目前大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陈炳红认为这是台湾青年实现自我发展的有一个契机 他可以解决这个很很老人的 资金的一个问题 因为政府在你 只要你想要创业 你拿着你的BP 然后来提申请 政府一开始就会给你一个 创业资金的一个补助 然后你进到孵化器来 这个又给你这些免费的工位 然后孵化器本身又可以帮你引入 这些创投 风投 甚至于这些 一些资本投资人的一个介入 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来说 对于这个创业者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利多 陈炳红去年还发起了成立了天津台湾青年联谊会 主张专业分工资源共享 通过台清会员间彼此的专业性互补 将彼此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成立不到一年时间 天津台清会已发展成为150人的小型团体 促成了5家新企业 正在洽谈合作的企业约10家 不断摸索出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新模式 谈到未来发展的难题 陈炳红坦诚还是资本与人才 对于台资最大困境就是融资难 此外 现今许多项目都必须与互联网相结合 优质的互联网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上广 天津没有突出优势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透过 两岸重创空间的模式 一方面吸引风投资金 一方面吸收互联网创业人才 让平台形成资源库 现在整个大陆的发展形势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 民间的这种活力是非常旺盛的 因为政府现在全力在扶持这些创业 扶持这些小微协业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机会其实它可以带动 就是台湾以及内地 这个两岸青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特别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所以我也鼓励在台湾的台湾 在台湾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借这个机会 前往大陆来发展 这个形式特别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 吹炮w.chinage.com 我是剑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